最近這幾天台灣的新聞版面當然都是疫情的消息 像我們自己其實前面幾支影片都是提跟疫情有關的 因為他真的很重要 但其實有另外一個也很值得去探討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蘋果日報的實體要結束營業了 未來你還是可以在網路上看到他們 就是蘋果集團的一些新聞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報導 但是你就沒有辦法在便利商店買到蘋果日報了 因為他們不印了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講感慨頗深 一方面他進來台灣的時間差不多就是我們腦子長好了 開始知道說生活中必須要關心新聞時事 你要去看報紙看報導 對這我可以走 所以那時候剛好蘋果進來他帶起這個狗仔文化 那你對這份報紙對這個媒體自然印象是比較深 另外就是其實我有一年我記得是大一的暑假 我就在蘋果相關的集團裡面工作 他叫做情力書報社 如果各位觀眾你有在便利商店打過工 你應該有聽過這個名字 他的工作內容就是到每天分兩種 一種就是早上一大早15點的時候去送報紙的 那個是我們裡面比較資深的前輩就是幹這種事情的 就是開個小貨車然後去送報紙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我們這種打工仔 那打工仔要做的就是每天10點過後 我們就不管你的交通工具是什麼啦 騎腳踏車騎摩托車都好 你就騎到各個便利商店裡面去 然後你去問一下 今天他們進了多少份報紙 目前銷售如何 如果賣得不好就是可能進80份 然後現在還有70份 那你可能就把它調一些出來 拿到其他可能已經快賣完的地方去賣 那這工作其實聽起來有點奇怪 因為你要去哪裡呢 尾燈壞了要修喔 美國很多電影就是那個 你汽車尾燈壞了 方向燈壞了 然後被警察領警就逮捕 很多故事都這樣發生 所以這個阿伯應該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你看在這一片漆黑中完全看不到他 好 那個回到我們剛剛那個情力書報社 其實那時候是我一群玩車朋友找我去啦 因為他們四五個人都在那邊工作 每天就可以騎車 然後你的上班的油錢就是公司出 而且重點是他的時薪有110 現在聽起來好像覺得很少 因為現在最低時薪是160嘛 可是在那個年代阿 我高大學一年級那時候 政府規定的最低薪資還是66塊喔 他是我記得好像是到民國96年才有調起來 在那之前就是96塊 那96塊如果你到一般的便利商店去打工 大部分落在75到85之間 看地區看老闆的這個 灌的程度有多少 那最好的大概就是加油站吧 加油站我記得那時候都可以問到有100塊的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110其實非常高的 而且他的油錢還是可以由公司出 就是你加油之後打銅鞭 是可以爆的 所以那時候對喜歡騎車 然後年輕我來講 欸這工作超讚 所以那時候呢就去那邊上班了 不過因為那時候我騎的是野狼 野狼並不適合送報紙 所以我還跟我朋友 借一台他們家的新車 Easy for you 那一台車是光陽的 他的代言人就是現在非常紅的阿成 邱澤代言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邱澤同名專輯裡面 就是為了代言這台車裡面 還有一首歌叫做 什麼他們很忙 還是他們比較忙 Easy for you 你如果有聽過那首歌 你只去去了解他的歌詞 你就知道 就完全硬加進去的 就是為了接這個代言 那其實那台車我覺得 型還不錯 但是就是有一點太溫了 包含那個時候邱澤的造型 也是很溫 就是一個年輕人 帥帥小帥哥 所以那台車其實後來也沒有賣起來 有點可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一下他那時候拍的宣傳照 或是那個廣告影片 裡面還打排球 因為他以前是打排球的嘛 好 那回到情地書報社 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份工作很好玩 因為我每天上班 我就是先到那個左營京廣那邊 去領今天的資料 拿一些報紙 然後呢就開始跑店家 我那時候我記得轄區是三明區 左營區 反正那一帶 你看到Seven啦 全家啦 萊爾富啊 OK你都可以進去問 你好我情地書報社 請問今天進幾份報紙 那有沒有一週刊 那少有一週刊 如果一週刊太多 你也可以調走 然後這個情地書報社呢 就是它反正底下就是主要負責 蘋果日報跟一週刊啦 你就可以自由地調動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很好玩 是因為它之所以要這樣做啊 最主要除了是了解市場的狀況 我每天早上販售的情形 下午販售的情形之外 它是希望能夠增加它的能見度 因為蘋果日報它是沒有訂報這件事情的 它不會送到你家去 你要多付錢也不行 那它為了要增加它的 因為其實所有的報社 所有媒體都一樣啦 最主要收入就是廣告嘛 那你要怎麼樣告訴人家說 多付我一點錢 買我的廣告 不要買別家的 就是你要有數字給別人看 像我們自己去談 就告訴他說 BIKEN我們的流量有多少 有多少人看 那人家就參考之後 就說不錯 好來我們來做一個廣告合作 那傳統報紙呢 像其實發行量最大的啊 長期以來都是自由時報 因為自由時報它採取一個送報的策略 它除了你可以跟它訂你可以買之外 有很多的店家啊 或是那種公家機關 你會看到他們都有自由時報擺在桌子上 不是他們喜歡看 是因為他們有配合店家做一些贈送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這個怎麼這樣子還要用送人家才要看 但他的思維不一樣 他是覺得說 我今天有做報導 那我用這樣的方式 讓更多人看到我的報紙 因為我不是今天說 欸每天送你一個10塊錢 15塊錢的報紙賄賂你 不是 我的做法是說 我放在你的營業場所裡面 就會有客人來就會看到 那這樣我所做的報導 你所下的廣告 就會傳播的更有效率 所以他們是這樣的心態去做這件事情 那蘋果呢 他是用另外一種操作方式 就是我的人工會比較貴 因為你想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們高雄 我同事大概 就做我們這樣子工作大概五六個啦 那時間110 每天上班八小時 其實你一個 一天啦 你大概就要多花四五千塊 那你多花這四五千塊 並不會多賣超過四五千塊的報紙 他能夠做到的是 我讓我的讀者 我讓一般民眾呢 在想要看報紙的時候 會看到架上有蘋果日報 他是用這樣的思維去經營這件事情的 所以才讓我們有一個爽拆 可以這樣做 那 一開始我當然很單純就是 跟朋友們一起工作 然後又可以騎車很開心 算搞每天滿頭大汗的 但後來我也發現 在那個過程中啊 因為你每天都會見到 超商的店員嘛 然後 你在不同的場合 其實你會發現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記得以前啊 剛開始的時候 我都不太敢進去 因為有些店員他忙 忙就會兇 可是慢慢你就會發現 每一區 因為他客人結構不同 然後經營方式不一樣 他們 就怎麼講 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也會認識不一樣的人 像以前高音大隔壁 那OK的店長 店長姐姐 每次都會請我吃巧克力 我覺得他人超好 然後 也有那種店員 看到我們這樣跑 就是男生啊 也有在玩車的 我就會聊改車 我覺得那很有趣 雖然大家後來就沒有聯絡了 但是 我覺得那是一個 拓展視野的 好方式啊 那我覺得那一段時間 其實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 我看到了很多以前 我不會看到的世界 不會認識的人 不同的生活圈 我覺得這很棒 所以 當我出社會開始工作 像我進雜誌社嘛 那後來變成主管的時候 有面試人 然後這幾年自己出來之後 我也有面試一些 就是 什麼社會新鮮人 那我其實都會建議他們說 如果你真的有很有興趣 你能力又剛好符合 那來我們這邊闖一闖 可是我會建議你 幫自己 除非你 確定你一生就是要投入這個行業 不然幫自己設定一個時間表 不要在 一進社會之後 就長時間的待在一個行業 一個公司 你應該要給自己一點目標 像我那個時候在雜誌社 我給自己的目標 是兩年之內 我要爬到主邊的位置 在爬到主邊之前呢 我不會離開 那爬到主邊之後 看看我當下的興趣 我還有沒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我去挑戰一下 那即便到今天 我發現我身邊的很多朋友 他們也是這樣子 有一些人 他已經在外商公司 到比較高的職位了 其實他們 大概每一年 還是會安排個一到兩次的面試 不見得是真的要離職 但他們就會去闖一闖 看一下自己身價到哪裡 順便看一下 現在業界呢 他有沒有需要一些 你可以再去學習的新能力 那回到社會新鮮人的部分 我真的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幫自己定一個目標 你就是多多去嘗試 像以前我那時候只想說 我要去加油站打工 我要去便利商店打工 很奇怪 我以前去加油站打工的時候 從來沒有被錄取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們都想要沒吧 就是 就是 我已經好幾次去面試的時候 什麼意思 大家大叫嗎 可能精神萎靡 喊一下振作一下 之前有人問我說 你這樣子 在路上啊 自言自語 然後旁邊有人 停車在你旁邊的時候 會不會尷尬 我告訴你 會 所以如果有時候 你看我停路口的時候 我講話聲音會變小 變小並不是因為我覺得 在路邊不用太大聲 而是我會怕被別人聽到 很尷尬 那確實有時候我覺得他們都有聽到 因為他們會回頭轉頭這樣看一下 先不要 但我覺得隨著這個 講的次數多了齁 磁力慢慢變強以後 我應該就會習慣了 OK 好 那回到工作這件事情 因為 當然現在因為疫情影響啦 你可能接下來找工作呢 也會有一點 茫然 你不知道要怎麼去找 那我會建議你 盡量多多嘗試 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他有一個長期的 讓你可以成長 變好 甚至持續往上爬的機會 那你把握住他 如果不是的話 就多方去試試看啊 我在我大學要畢業 那時候我岩壁 我也找了一個很奇怪的打工 就是我朋友介紹的 在一間 他也是外商的公關公司啊 就是 也做一些行銷專案啊 那時候 運氣很好 去做他們Google專案的公讀生 那可是如果 以當時我來講 我會覺得說 我外文又不好 然後我也 雖然我有學廣告 有學行銷 但是感覺好像自己不太適合 沒辦法去做外商公司這樣的工作 但那時候就引著頭皮去 那也確實學到很多東西 知道說這個多的公關經費 我要怎麼樣吃好料把它吃掉 那 沒有啦 那個時候真的 從中也獲取到一些經驗 後來對我自己在寫一些廣告企劃 在寫一些案子的時候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 如果你已經在準備 你現在考試也差不多了嘛 你開始要找打工也好 你要去找未來正職的工作也好 就多幫他去嘗試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然後 第一筆錢呢 不管你是要買車 還是你有其他打算 我覺得在年輕的時候你就 放心的 盡情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們都會說要存錢 要看遠一點 要想到以後 但是年輕的時候說真的不要太保守 因為你能夠虧了 能夠花也就是那些錢嘛 你現在說 我就是要當月光族 我賺多少要花多少 那也就是兩三萬三四萬的東西而已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這個習慣到老了 我們講零老入花蟲 這個是以前我們投資學老師跟我說的 你如果手邊有閒錢你想要去做股票 你要去學投資 年輕的時候盡量去 不要怕虧錢 因為虧完了 身無分文了 破產了 你大不了就是回到家裡 當個啃老鼠而已 再撐一撐再賺錢就有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到了 可能四五十歲了 你要聽朋友建議 喔好我也要投資 就算是正當的投資 他都還是有風險的嘛 那到那個時候你不小心把錢虧掉 你可能有家庭了 又或者是說 欸你今天 這個可能是未來你的買房基金買車基金 就是你要還貸款什麼的 通通都沒有了 你要去找工作也不好找了 那時候你就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 年輕的時候呢 就努力的去嘗試不一樣的工作 賺到錢 你想要玩車玩車 你想要做你想做的事情要去旅行 都可以 就盡量去嘗試 林老入花蟲這件事情呢 這是蠻恐怖的 不然為什麼現在你看 萬華可以吸引到這麼多老人 他們如果這個早一點開始接觸這個的話 趕快就足夠定力 就不會在這個 緊張的時刻呢 還堅持要去那邊喝茶 對不對 好啦那最好就是 都不要會比較好 好啦現在路上看 車比較少 而且大部分其實都有戴口罩 這是一件好事 那剛剛為什麼會說到那個 你賺的錢要做什麼就盡量去做 不要怕虧錢呢 因為 我在錢力書包社做那兩個多月做完之後 因為以當時時限來說 因為那時候其實吃飯什麼也很便宜 又住家裡 根本就等於是你賺多少就可以存多少 但是我確實存了一筆錢 加上之前就是 有時候有些零用錢啊 就是慢慢累積下來一筆 我在暑假結束後的兩個禮拜 我就把它全部拿去做了投資 我投資什麼 我去買那個 擋車用的鬼面罩 就是那種越野車啦 野狼啦 前擋車要改裝的時候 會改一個那種鬼面罩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還 就是你買到就是國外的品牌啦 那那個時候牌價大概都要八九千塊 甚至我看會一萬多塊 然後朋友剛好介紹在台南 因為有台南有接那個訂單在做 我就去他們工廠看 他一個就賣我一千八 我覺得太發達了 我就跟你批一千八 我跟他批十個 因為那時候 一萬多吧 另外 我另外錢我好像拿去買 買帽子 防摔衣什麼都忘了 反正我就拿了將近兩萬塊去買了十組 然後我想說 我就把它翻倍賣 那我等於是 兩萬變四萬 如果好賺的話 再四萬變八萬 超會合 然後確實前面幾組在賣那時候 用那個奇摩拍賣 一下就賣掉了 欸 賺到錢感覺超好 你看 我辛苦兩個月存到本金 然後我做投資 我真的是 投資天才 台灣巴菲特就是我 但我沒有想到 就在我賣出了第四個之後啊 我就再也賣不出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 你這個東西在市場上開始有人賣以後 不會只有我知道嘛 別人也知道啊 他們也去賣 那你賣八千 他就賣七千八 然後你賣三千 他就賣兩千九 就會有人蠟給跟你拼 然後最慘就是 那個時候台灣有一間 比較大的 這個機車財商品牌 欸 改裝品牌 他也注意到這個商機了 他直接投入他自己開模 他賣的比我拿的成本價還低 我瞬間就是 家裡囤貨賣不出去 雖然最後我算一下就是 最後還是有撐一些人 你知道資訊不對等很重要 有些人他沒有發現說 欸市面上有更便宜的 有更多選擇的時候 還是有賣掉啦 最後好像只虧了三四千塊吧 那個其中還有兩個 一直留到前幾年 家裡大掃除的時候 我才把他丟掉 那反正那一支投資呢 是虧的 但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可以早一點學到 社會是黑暗的 如果你要賺錢 資訊很重要 那虧錢沒關係 你要準備好後路 像我當時沒有後路 是等於說 媽媽我沒錢 非常不要臉 但是你不會餓死 所以 如果你想做點小投資 你覺得現在在賺錢 你有不一樣的嘗試 趁年輕的時候 趕快開始吧 好啦 先就聊到這邊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計畫 要立一個Flag 但是 我會看流量 看大家的回應而定 因為我覺得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通勤還是要每天這樣出門 那如果我不通勤呢 那就是通通都關在家裡 對不對 那是不是很無聊 所以 我決定呢 接下來 今天就是一個嘗試 講錢力書包車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也許我接下來可以在每天上下班的時候呢 我就多跟大家聊一些我以前的故事 當然有些新聞時事類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聊 車子相關的也可以談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來講講故事 從當初我到底為什麼 會騎車 為什麼會玩車改車 甚至是去比賽 然後比到跑件雜誌社 跑出國比賽 然後到自己出來做 我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呢 來跟大家分享 就像說書人一樣 但是這個呢 我不敢答應大家說每天要出 但是 反正現在你們也沒地方去 我就出門每天上下班的時候 我就是來錄一段 跟大家聊一聊 盡可能做到 我講每天更新有點太誇張了 當然就是 經常更新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其實 還有一些購車子 還有一些硬車子 也在等著剪片 那這種只要上上字幕 做一點小調整 就可以出的片呢 我也會盡量來做 OK 好啦 如果 可以的話 希望我們有多一點的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 掰掰 其實 我剛剛是在測試 他會不會發現我在講話 以他衝出去的樣子 以他剛剛的反應 應該是沒有發現 我的羞恥心還需要再培養一下 要讓他更強壯才行 掰掰 謝謝 우라 forces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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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